男人在家门口捡了个人类婴儿 怎料这是被他杀死数百次的女人 只因他跟魔王一样是黑发红头 这里所有人都对他充满好奇 哪怕换个纸尿裤 大家也要争先恐后的围观 可婴儿越往后退 俩变态就越往前凑 谁知一碰到他的小手 男人却先被吓了一条 怎么软圆绵的 原来他每被打一次 就会年轻一点 作为世界守护者 被魔王军打了999次后 第一千次居然转生成婴儿 还落在了敌军家门口 不过这次他来得正好 趁其不备马上把他打了 下一秒布利斯突然被男人拎起 哪个缺德的把这东西 任我家门口了 布利斯使劲挣扎 刚要怒骂 可一张嘴就变成阿巴阿巴 小东西真神奇 长得跟我们主居一模一样 不知道这家伙在说什么胡话 布利斯歪歪头表示疑惑 渴头太承登本力不起来 直到这时 布利斯才发觉身体不对劲 他的手怎么这么小 而且这个地方也很眼熟 比汉的话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 你们人类婴儿都这么可爱吗 听到婴儿两个字 布利斯瞬间愣住 比汉兴奋地把这软糊糊的东西带回府 羞耻心达到了顶点 堂堂布利斯大人 竟然像包图一样被拎着走 看见管家出来迎接 他迫不及待地把宝宝伸出院 快看 婴儿 这血红色的瞳孔和耀眼的黑发 简直跟主君一模一样 跟管家炫耀完后 比汉还想把他带去给主君瞧瞧 听见伯王的名字 布利斯顿时如临大礼 包括比汉在内 他们五人组成的黑寒之间 一直守护在那个家伙身边 而这一时 他至少要花十年才能完全恢复力量 如果提前对上这群热魔 他的人生还没开始就终结了 况且再死一次的话 说不定会直接变成受精乱 在抗拒的挣扎中 出于婴儿的本能 他抓住了管家的手指 软软的触感 管家的心都被萌化了 这种感觉真神奇 紧张地和比汉炫耀 您看他抓住我的手指了 比汉健壮立马吃醋 为什么只抓你 我也要握手手 看着两个大男人 为此争锋吃醋 难道这种方法管用 他顺势抓住比汉的手指 也许乖乖听话 他们就不会杀自己 比汉感动得像个孩子 立马反炫耀回去 一想到男人 虐杀他时的死变太阳 再看看眼前这白痴的样子 布利斯简直无力吐号 根本就是个笨蛋吗 怎么会被这种家伙干掉 比汉不顾管家的独眼 强行带他去见 正在洗澡的主角 然而最先看见的不是主角 而是黑海之剑之一的握辱 在布利斯心 他跟比汉没什么两样 上一世结束他生命的正是这家伙 当时的感觉到现在还记忆犹行 这家伙可不好对付 正当他苦恼时 恍惚间竟然看见沃伦笑了 笨蛋比汉突然又让他表演握手手 为了收买这家伙 布利斯毅然决然地握住了他的手 看到小冬细可可哀哀的模样 沃伦的心忽然一软 自己也想被他抓住手 比汉再次炫耀 他跟主君找的一模一样 听到这番话 布利斯忍不住吐槽他们下 毁灭世界数千次的罪魁祸首卢西卡 看着婴儿问到这是什么 李汉还以为他在装傻 赶紧把宝宝伸过去 主君 您是不是偷偷生了孩子呀 能说出那么没情伤的话 李汉你果然是个白痴 万一刺激他给自己打了怎么办 然而魔王根本没理直接掠了过去 回头命令李汉把孩子扔掉 怎么能扔掉呢 外面可是很冷的 扔出去的话 他肯定活不过今晚 布利斯想的果然没头 魔王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风 对可怜的小宝宝那么没同情心 狂妄的家伙 魔王就了不起了 布利斯生气的伸出手 想要掐脖捏死他 可在几人眼里却是在卖王 就连一向冷漠的卢西卡也看来了 沃伦一本正经的翻译 好像是想要您抱抱 下一秒大手熄灭而来 下辈子千万不要重生到妈妈肚子里去 怎料卢西卡稳稳地抱住了他 再抱到小可爱的一瞬间 卢西卡立马收回刚才的话 甚至还要把他留在腹底里 这算什么呀 因为这个男人 他的人生 他的幸福 无数次变的智力破碎 但他为什么 要用这种怜爱的眼神看着自己 男人给他起了的心猛子 以后就叫埃利伊诺吧 等再次睁眼醒来 女仆们纷纷赶过来围观 可恶的重生 是因为身体越小体质越弱吗 只要有一点紧张就犯了 见状奶妈赶紧让大家出去 之后看向埃利微微一想 您好埃利伊诺大人 我叫马莎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哦 他轻柔地抚摸着埃利的头 掌心的温度渐渐融到心里 埃利才终于感受到一丝温暖 一般只要有小孩被带到府里 就会被主军马上送到训练所 那里住着无处可去的不晚 从小就要经历各种残酷的训练 最终成为卢西卡的人形武器 但如果能力达不到要求 就会被赶出训练所和杀掉 马莎承诺会将他养得漂漂亮亮的 这样主军说不定就舍得了 埃利很不理解 他们不过是萍水相处 自己又不是他的孩子 为什么要呼出到那种程度呢 很快过去了一周 除了睡觉就是望着往往发呆 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他必须尽快杀掉那个家伙才行 埃利尝试着使用力量 首先要要先观察府里内口 千里头 可以让他在原地便看到脸方 由此找到卢西卡的秘密 他闭上眼发动千里头 然而刚催动力量 突然就传来开门声 沃伦怎么会来这里 为什么一直盯着我 难道他察觉到我的身份了 眼看着沃伦向埃利出手 果然 这家伙仅平一根手指 就能轻易地戳穿我的脖杆 至少在死之前 这也只能抓着对方的手指翻个身 可恶 我就要这样死了吗 不过这家伙为什么一脸猛 难道被我巨大的卢力吓到了吗 埃利手上继续加力 可即便只是手指实力而已 他就耗尽所有精力陷入沉睡 满足卢手手的愿望后 卢伦便离开了房间 他终于确定了一件事 或许是因为埃利长得很像主军 所以他根本无法像对待其他孩子那样对待他 而且主军破例做出那种决定 难道也是因为喜欢他吗 正当卢伦陷入沉思时 主军的声音瞬间让他清醒过来 回答我的问题 你去哪儿了 这时发愣的沃伦才会过神 对不起 我刚才去看了埃利伊诺 主军依旧保持着警戒 那你怎么证明 这不是卡列哈的伎俩吗 看来这次确实是他大意 毕竟卡列哈是威胁主军的可怜 而突然出现了那个孩子 很有可能就是卡列哈的系统 埃利伊诺 这个名字的含义 也是支配的意思 可比汉那个笨蛋完全没想到最高 竟然屁颠屁颠地跑去找埃利一起骑马 但埃利还太小了 那下周可以吗 不够 那就明明 瞧瞧这是什么白痴 埃利真是听不下去了 他小手举高高想去洗手间 吸的发音把马莎激动坏了 我们的埃利大人真是太聪明了 但请您不要那么快找到 我真想给您换一辈子指尿孔了 虽然知道马莎很疼她 但她可不能让敌人看到自己光不出力 马莎前脚刚去拿心的指尿孔 后脚就有不长眼的家伙挑门 正思考着来人会是谁 结果就看到了巴尔和米凯拉 埃利顿时陷入苦风中 自己被他们虐杀的手段 现在还记忆犹新 每次将他折磨到绝望在了街 巴尔一个劲地往前跑 真的呀 跟主军长的一模一样 埃利被吓得瑟瑟发抖 该不会又要嘎了吧 见状米凯拉赶紧阻止巴尔 没曾想这家伙非但不听权 还得寸进尺地对他下手 埃利心想大事不妙 胳膊要被拔掉了 怎料巴尔吓得立刻反弹 他怎么软乎乎的 婴儿都是这样的吗 难道流口水也是 哎呀尴尬了 埃利赶紧擦擦嘴边的口水 紧一个举动 就让米凯拉发现他能听懂谈话 这种孩子好像被称为天诚的 巴尔来了兴趣 让埃利抓他的斧头砍脑袋弯 埃利像个宝宝一样哥哥小 黑海之间的人都是这样的宠物吗 米凯拉不由地紧张起来 竟然用主军的脸这样小 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大点的体力 我来领养他吧 真是太可爱了 巴尔无情开穿 你有成功养活过任何东西吗 可这家伙全然不顾埃利的感受 把小宝宝斤斤搂在怀里就要带走 巴尔劝他冷定点 这可是主军的孩子 男人哼的一声 我看主军也不怎么在乎他 但主军给他刺名了 这点确实很可疑 听说他有可能是卡列哈派来的典型 说不定等他可可爱爱长大后 会蛊惑主军的心 然后把刀刺进主军的心脏 埃利不得不佩服 凯米拉明瑞的直觉 幸好巴尔眼疾手快将他夺走 废话少说你这废人 你只知道杀戮又没养户什么 众所周知 尼凯拉只养过食人植物 但孩子能跟他们一样吗 两人你言我一语 正当他要去找主军领养埃利时 黑海之间的队长出现了 库斯蒂尔 凭借出色的头脑 在每次人生中一直妨碍他的家伙 蒂尔很有可能会察觉到自己的身份 埃利紧紧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 忽然间闻到了一股香甜的味道 难不成是新兴毒药的味道吗 只见男人的手从袖口中拿出来 这么快就判断出我是敌人了吗 结果下一秒 一块巧克力塞到了他的嘴 埃利顿使眼前一亮 这是贵族的甜品 活了无数次也才吃过几次的巧克力 看埃利一压一压的伸出小手 库斯蒂尔便将他抱了过来 不知不觉中就扯上了对方的头发 另外两人连忙为他开脱 队长他还小所以才会犯托 虽然很不好意思 但自己只能这样表达想要巧克力 很快马莎带着新的纸尿库回来了 下一块巧克力刚喂到嘴 马莎就立马跑过来 库斯蒂尔大人不可以 等埃利一落大人再大一些好了 再喂他可以吗 但是他仅仅抓着不放了 你没看到吗 婴儿不可以吃巧克力 无奈之下 男人将埃利递给奶妈 我可不敢伤害主君的东西 要好好照顾他呢 如果这个孩子长大后对主君怀有意义 会连你一起杀掉 看埃利紧皱小眉头 奶妈告诉他不必太担心 我一定会守护您的 过往的记忆中 他很羡慕有妈妈的孩子 如果你有什么闪失 我可能会有点伤心 与此同时 极其敏锐的库斯蒂尔 发现埃利身上有魔力的气息 能够隐藏魔力的人类 真的存在吗 如果有任何异常表现 就要立马杀掉 库斯蒂尔将这件事情 禀报主君 如果埃利就这样成长下去 会成为主君最强力的武器 成为主君踏入神之狱的基石 听后卢西卡起身去看小家伙 与此同时 埃利陷入了梦境 望着恕不可及的爱人 他此时的思念达到顶点 这一世的你 应该连我的存在都不知道了吧 那些因为死别抱哈而揪心的疼痛 让埃利伤心的哭了起来 女仆们着急的团团转时 奶妈还以为她是饿了 轻拍着宝宝的身体安慰着 女仆们还不忘夸赞 就连哭的模样都这么好看 估计会成为整个大陆最耀眼的美人吧 全世界的男人肯定都会争着来求婚 很快埃利止住了哭声 还有些难为情 下一秒 温馨的画面被不速之客打过 我应该只指定了一个人来照顾她了 因为是主人的孩子 所以他们不自觉地在埃利身上花更多功能 但这一行为却惹恼了卢西卡 你们认为那个是我的孩子 女仆们不敢抬头 保证下次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卢西卡对下人严厉的语气 又勾起埃利不美好的回忆 她不理解魔王为什么要折磨人类 出于婴儿的本能 埃利嚎啕大怂 尽管奶妈在极力安慰 却也不见哭声停止 吵死了 她为什么要哭 然而奶妈也并不清楚 身为她的专属如 你有些玩乎之手 不用之人 见奶妈有威胁 埃利着急地伸出手手靠 你这混蛋不要再欺负我吗 小可爱口齿不清阿巴巴地叫着 卢西卡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柔 她刚才叫我什么 马莎低头解释 好像喊了爸爸 卢西卡像是看未知生物一样 空气一片寂静 只听见时钟巴达巴达响 卢西卡朝她伸出手 但小埃利现在很生气 你这坏家伙吃我一掌 怎么样 很疼的 我要拍碎你的手 听卢西卡问这是什么意思 埃利立马加重了力头 快告诉她 我在教育这个狂妄的家伙 然而在马莎眼里确实 好像是想让您陪她玩 卢西卡思考片刻 在马莎的指示下握住了小东西的手 奶妈吓得连忙提醒 抓那么紧的话骨头会碎的 那我该怎么做 见状另外两个侍女四目相对 您可以抱抱埃利伊诺大人吗 婴儿都需要父母的爱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群家伙难道疯了吗 就连库斯蒂尔也在放松里 我也抱抱她 软乎乎的感觉不错了 埃利抓紧时间挣脱 我自己的身体自己守护 谁料卢西卡大手一伸 直接将她紧紧抱在怀中 可恶 识相的就把我放开 小手啪唧啪唧地打在魔王身上 这又是什么意思 女仆却添油加醋 这表示埃利大人很开心 卢西卡盯着那只小手男男道 挺可爱的 女仆挖了一手 反应过来后男人立马说没事 有些疲惫的埃利渐渐睡去 女仆们正打算出去时 却在转头的一刹那愣住 一向冷血谈暴的君主 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可魔王即便知道 她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也给了她万人之上的地位和权利 甚至当着所有人的面 承认埃利是她唯一的宝贝乖乖 早被她杀了数千次的埃利 被眼前肉麻的老爹恶心坏了 她使劲挣扎脱离大手的束缚 外人一看就知道小姐很难受 可卢西卡却沾沾自喜地炫耀 埃利乱动就是喜欢她的意思 女儿太爱自己了 真是让人苦恼了 埃利被普姓男气笑了 堂堂魔王怎么能这么荒名 回过神后 发现有只大手伸了过来 埃利警惕地阻止对方 不利于自己的心理 殊不知这只是恶魔们 争风吃醋的小伎俩 沃伦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李汉也嚷嚷着要牵牵 眼看宝贝女儿被抢夺 她一个眼神已是警告 本沃伦失笑地收回守候 她便立马将自己的手 放到埃利面前晃了 埃利心里大骂魔王滚蛋 双方僵持不下 直到绑定小可爱版人形抱着后 卢西卡才正式进入话题 一位老者提议 公爵的权利 皇帝让两人结婚了 但来那皇女 却从始至终都在背叛卢西卡 埃利想不明白 她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丈夫呢 可听到卢西卡 让人随便从仓库 挑个宝石当做礼物后 怪不得会背叛了 公爵敷衍的态度让老者认为 是埃利分散了主君的注意力 并提出申请把孩子送回皇间 敢对魔王的决定发出质疑的 正是卢卡斯家城中最忠诚 最具有行动力的卢阿卡登 连皇帝都想招揽了睿智策略家 在黑海之间 眼里不过是个老邓 以汉利生警报 主君的女儿有资格参加会议 奈何老邓一脸不屑 即便如此也是个小屁孩 他能听懂什么 此番话彻底惹恼了米凯拉 老头注意你的言辞 年纪大了耳朵也聋了 活得不耐烦了吗 较为冷静的帝儿此时开口 你对埃利到底有何不满 罗登立马来劲了 一个身份不明的小孩 绝不能当公爵的千金 这微不足道的理由 让蒂尔不禁吃香 不过区区楼椅 您应该知道违背主君的旨意 是什么下场吧 埃利这辈子都没想到 守护世界999次 失败告终 如今禁用一个报报 就拯救了世界 一听老邓要把埃利扔出去 恶魔们顿时起了杀意 但这样可不妙 若公爵加梅园制定战略部署 那么他也会陷入危险之中 时去的罗登画风一转 将话题引到洛汉之地 为了和皇室保持友好关系 可以先从攻略皇女开始 但皇女以性格挑剔而闻名 一般礼物可入不了他的眼 老邓想让主君前去寻宝 因为那里是未开发区域 说不定能寻到有价值的东西 埃利批了眼老邓 这老头的头脑不错 在前世 是克雷诺公爵家族 得到了皇家喜爱 然而蒂尔却觉得荒唐 竟然让主君亲自去那种地方 看来你真是老糊涂了 见状不妙 埃利慌乱之下爬到了桌子上 你先不要杀他 给我再好好想想啊 使出了吃奶的劲 让他快点冷静下来 下一秒 埃利尔阴沉的表情 让埃利闻到了死亡的味道 完蛋了 再见了世界 下次重生就是受惊了 帝尔却突然惊呼天呐 听后埃利偷偷睁开一只眼 他带着哭腔眼泪夺眶而出 您竟然抱我了 还用尽全力爬过来抱我 就这么喜欢我吗 简直太让我惶恐了 话音刚落 周围的气温瞬间下降90度 那是阻止的动作 我女儿并没有抱你 她只是感到害怕了 遗耳吓得连忙道歉 对不起 我约见了 埃利可没空搭理这两个笨蛋 这次机会绝对不能让给其他家族 因为她总感觉这次重生 是自己的最后一次人生 刚想对卢西卡说 罗汉之地爸爸要吧 但一张嘴却变成了 卢哈子弟啪啪呀啪 面谈魔王顿时害羞极了 将一丝误解成了爸爸最棒 埃利亚麻呆住 这他喵得神翻译啊 好似听懂了的罗登立马解释 小姐好像是让咱们拿下罗汉之地 一脸悲惨的卢西卡艰难开口 我会搞清楚真相吗 咱们先晃个地方 几人来到办公室 埃利笨拙地拿起笔 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想法 罗汉之地拥有非常多的奇珍异宝 把她送给王女百丽儿无遗憾 她一边写一边在心里吐槽 这群笨蛋的耳朵是装饰品吗 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吗 纸上的字歪歪扭扭 递儿等人看到后却惊淡了 说话都不利索的小姐居然会写字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台 冷酷的老父亲也忍不住无嘴感叹 自己的女儿真是非常了不起 你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意思吗 埃利肯定地点点头 一旁的蒂尔陷入了沉思 小姐聪明归聪明 但这些事情她是怎么知道的吗 埃利心中瞬间咯噔一下 以自己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打败她们 不能让她们怀疑自己 想到这她立马都嘴破了戳自己的脸蛋 看来只能靠撒娇大法 别说这一招还真管用 捅娃三人组瞬间犹如雷劈 沃伦更是快速发动魔法 将这一幕拍了下 随着啪的一声 一张照片出现在沃伦手中 老父亲欣慰地拿起照片端下 自己的女儿也太讨议了 随后又是咔咔皮下 短短几秒钟埃利的照片就别了后后一幕 丑蒙的模样把埃利气得浑身发动 她迟早找机会撕了这些丑状 此时蒂尔猜测到 埃利之所以知道这些 可能是因为有着预知梦的能力 这群人还有完没完 能不能不要再探讨这些问题了 埃利一压压地表示康里 听不懂完全听不懂 看来得给她找一个翻译官了 他们叫来埃利的如母玛莎翻译 可她也只能颤颤巍巍地表示 听不懂全部 照以前的习惯 卢西卡肯定会下令杀死玛莎 却没想到她一反常态 表示如母也不是万能的 一向狠心的大魔王 居然表现出了慈悲的一面 埃利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正在她为此感到震惊的时候 一耳笑着走了进来 人带来了 埃利疑惑地抬眼望着 一个少年正不背护抗的 向卢西卡问好 您好我叫特尔卡 什么 居然是她 训练所的那些孩子中 特尔是唯一一个 没有背叛卢西卡 而且她好像还拥有驯服的能 能够听懂动物和婴儿说话 若是把她拉拢为己所用 击败魔王肯定事半功倍 一个计谋在埃利心里生根发芽 此时蒂尔炫耀着介绍 这是主军的宝贝女儿埃利 你的任务就是理解她所说的话 特尔恭恭敬敬地行礼 我会努力的 不过孩子的想法天马星空 理解上也可能存在一些偏差 蒂尔自信已小 咱们的小姐可是连字都会写着天才 通过特奥的翻译 大家这才明白了埃利的想法 洛汉之地不仅有许多珍贵的宝物宝石 还生活着各种异族 甚至还包括擅长制造的矮人族 听完特奥的话 卢西卡的眸子中竟突然迸发出了怒 以竟敢拿我的女儿当借口来说话 据我所知矮人族应该早就灭绝了 敏锐的洞察力让埃利心中一惊 矮人一族确实在150年前就被灭了 仅存的一些也都被关进了地下监狱沦为了奴隶 虽说卢西卡的怀疑有理有据 但埃利还是气不打一出来 不是说他是天才吗 现在又不相信他 这群家伙还真是可恶 听着埃利气呼呼的话语 特奥心中生起一丝没来由的情感 从地狱里走出来的他 与光鲜亮丽从会过人的埃利 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想到这他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 是我越觉了 之后我会当一个合格的转速者 感受到特奥的落寞情绪 埃利伸出了他那软乎乎的小手 然后把特奥紧紧地抱住 第一次被小宝宝抱住的特奥顿石荒 却没想到埃利扬起那一张可爱到爆炸的脸 特奥我们去庭院散步吧 跟跟我吗 特奥的声音都开始变得磕磕巴巴起来 还没等埃利肯定 埃利突然一把将他高高地崛起 埃利原本明媚地笑脸立马搭了下来 真是的碍事的家伙 没看到我正在勾引未来的帮头吗 没一点眼力见 宝贝女儿居然又被别人抱在了怀里 卢西卡的眼睛里似乎要喷发出火焰 她一点一点的红牙缝里挤出一行子 抱着我的女儿开心 一而瞬间感到后背有一阵阴风吹过 我我我我只是想把小姐和那个家伙分开 为了防止几文打起来 埃利又开始了撒娇攻势 大家不要吵架 对我来说爸爸是最棒的 特奥石食物的立马翻译 小姐说爸爸是最棒的 卢西卡听完后果然喜笑言开 看来你确实很有实力 心情大好的她这才想起来质问特奥 刚刚我的女儿抱着你说了些什么 看着卢西卡审视的表情 特奥忐忑地开口 小姐说想和我去庭面玩 话音刚落 卢西卡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冷冽的眼眸恨不得将特奥声通活泼 你的意思是 我的女儿向你提出了约会邀请 刹那间整个空间如坠冰窟 埃利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 大哥你这是什么脑子吗 我还是个婴儿啊 眼看卢西卡又要暴走 埃利无奈地使出终极大招 如果你不同意我和特奥出去玩的话 我就一辈子都不叫你爸爸 说着便赌气地转过了头 之前还表现得什么都有 看来都是骗人的 一道惊威瞬间披在了卢西卡的脑袋 随之而来的是浓浓的失落感 宝贝女儿居然不叫自己爸爸 为了讨得埃利欢心 一向绝情的卢西卡最终妥协 直到坐在庭院 埃利都感到一丝不可置信 自己居然真的出来了 看着可爱的埃利 特奥向她真诚地道谢 对亏了小姐名 才让我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 埃利清澈的眼睛里充满了疑惑 特奥似乎很高兴 难道她不想找机会逃出这儿吗 可特奥却表示她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她再也不想回到曾经那种任人见她的人 听到这埃利恍然大悟 怪不得她会对魔王这么重伤 甚至心甘情愿成为了敌方的系组 就在她愣神之际 恢复情绪的卢西卡体人找了过来 他们决定听埃利的话拿下洛海之地 同时宣布 任命特奥为埃利的专属辅佐官和贴身护卫 一旦埃利有丝毫闪失 她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特奥恭敬的行礼 我将以我的性命誓死保护小姐 从她被卢西卡带回来的那一刻起 她就做好了为主人干脑涂地的骨骂 埃利没想到事情进展的竟如此顺利 接下来她的任务 首先就从攻略最忠诚的特奥开始 那这个给你吃 埃利递上一杯橘子冰沙 一口下去 特奥幸福的差点下跪 埃利的眼中满是得意 快吃吧快吃吧 吃饱了肚子才有机会被我驯服 特奥眼神诚恳地开始道歉 自从遇到小姐 似乎所有事情都变得好了起来 不仅吃到了美味的食物 还逃脱训练营搬进了小姐隔壁 还有不要太迷恋姐 埃利小手一挥 以后我罩着你 每天山珍海味换着吃 对了你还没吃过巧克力吧 我找机会从蒂尔纳给你抢几个过来 那可是贵族才吃得起的高档甜品 幸福的感觉 瞬间席卷特奥全身 她何德何能竟有机会侍奉小姐 就在这时 巴尔巴恰突然一脸笑意地走过来 悠着不是咱们的埃利小宝吗 几天不见你居然还是这么小啊 叽叽歪歪地真是吵死了 埃利恨不得把她插出去 特奥尴尬地开口 小姐问你这是要去哪 巴尔巴恰一听瞬间来得近 要不要跟我去训练所 那里有许多孩子打架很有趣哦 什么 训练所 埃利的眼睛瞬间放起了光芒 训练所的孩子大多都很优秀 提前和他们打好关系好像也不错 尽管已经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当他真正来到训练所时 眼前的一幕还是让他打寒 破乱不堪的建筑 潮湿阴暗的房间 训练所的环境居然如此糟糕 就在他们准备继续往里走时 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突然传来 原来是有一个孩子生了病 巴尔巴恰语气冰冷地开口 那个孩子坏了吗 看来要扔掉了 训练所里从来不留废人 同伴着急忙慌地替那个孩子求情 他只是不小心误食了毒蘑菇 只要有解毒计就能好起来 可巴尔巴恰却宛如一条危险的毒蛇 再说谎话就连你一起扔出去 他们的食物怎么可能有毒 一旁的艾莉紧呆了 他果然不能期待这群家伙能有慈悲心肠 对他们来说 筛选出强者才是最重要的 不能让那个女孩就这么死去 艾莉让特奥将她放到女孩身边 仔细观察后得出结论 女孩确实是吃了毒蘑菇 抬眼看到角落里剩余的蘑菇 艾莉恍然大悟 这毒蘑菇居然是女孩自己吃的 只要能够撑下来 她的实力就会大幅上涨 在这个残忍的训练营 唯有自身强大才有活下去的资本 此刻艾莉陷入了深深的纠结 她不想让女孩就这么无辜地死去 可若是使用魔法救治 就有着暴露自己的危险 算了人命大过天 就像女孩说不定日后还能为自己所用 艾莉尽力隐藏着自己的魔力气息 嘴上悄悄念叨着旧质的咒语 妈咪妈咪哄不拉 原本浑身静乱的女孩居然奇迹般得好了 艾莉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巴尔巴恰 好像没被发现 接着她一脸不爽地警告巴尔巴恰 若是以后再欺负这些孩子 我就要给卢西卡告状了 同时提醒到 要把训练所打扫干净 让孩子们好好吃饭 不然就不喜欢你了 一番话让巴尔巴恰瞬间抓狂 阿希把我同意还不行吗 你可千万别讨厌我 艾莉嘴角露出一亩得逞的笑 看来威胁有时候比撒雕还宽忧 尽管巴尔巴恰这一关算是过了 但艾莉心中还是有些焦虑 虽说她就认识 已经在尽力隐藏自己的魔力气息 但特奥实在是离她太近了 这家伙到底有没有发现了 不会悄悄向卢西卡告密吧 正当艾莉准备询问时 紧闭的房门突然被暴力都打开 不用想就知道是那群没领袄的家伙 原来是卢西卡听说艾莉被带去了训练 特地来心事问对的 她神情冰冷地盯着特奥 你为什么不阻止小姐 她怎么能屈尊去那种地方 正在玩羊娃娃的艾莉气不打一出来 这家伙怎么又开始冤枉无辜的人 她拍了拍特奥的肩膀 麻烦你给我一字不动地翻译一下 我很喜欢训练所 要经常去那里玩 卢西卡听完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不许去 我不喜欢不听话的孩子 什么 我不听话吗 艾莉的眼角闪过一抹算计 随后露出一双卡兹兰大眼睛 试试我超级卖萌术的威力吧 听说训练营是爸爸建立的 我很好奇爸爸修建的地方 雷鸣声瞬间滚过宠娃三人组的脑海 卢西卡更是一脸的满足 原来我的小宝是这么想的呀 干净给小姐在训练营安排的房间 装修风格要和这里一模一样 艾莉一整个呆住 这老父亲原来是个女儿奴啊 看来她离拯救世界的梦想又尽了一名 还没等她高兴多久 卢西卡又一本正经的开口 来给我也安排一间房 父亲自然要和孩子一起生活 神神什么 艾莉恨不得一脚把卢西卡插出去 有这家伙盯着 自己还怎么给孩子们爱与和平啊 刹那间艾莉惊慌失措地开口 我就想和同龄小朋友一起玩 不会住太久的 在艾莉的距离里争下 终于赢得了训练所担任七日游 总算是把这家伙糊弄过去 这一周她要颠覆一切 艾莉来到训练营的第一件事 就是改掉训练营残酷严苛的规矩 每天多睡几个小时 同时休息时间延长 甚至连食物都有原来的残根剩饭 变成了鸡腿大仇子 刹那间所有孩子都拥不起艾莉 艾莉小姐你就是我们的神 眼看一切都在朝着自己预想的方向走 艾莉忍不住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为了让大家更加信任她 甚至让特奥告诉他们 以后不会再发生随意抛弃的事件 大家放心地享受人生就好 一番话把众人感动得痛哭流体 真是好久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温暖了 这时之前就吓得的女孩杰罗因走过来 为了感谢艾莉的救命之恩 以及现在对他们的恩惠 她拿出一颗镶嵌着宝石的巨大石头 没什么好送的 我平时就喜欢收集各种石头 还希望小姐不要嫌弃 艾莉看到石头的第一眼 就激动地瞪大了眼睛 救命这哪里是普通的石头 分明是拥有无限生命的不死之龙的龙蛋 没想到来一趟训练所居然还有意外之心 就在大家感谢艾莉的关怀时 一句不懈的声音突然响起 哼真是一群笨蛋 看不出来她在嘲笑你们了 不仅明里暗里嘲访艾莉 甚至还想动手 明明同样都是无家可归的伯恩 凭什么他们要辛苦地在训练营战斗 而艾莉却可以享受公爵小姐的待遇 望向一头黄毛的男孩 艾莉这才想起来 原来是出身于陌落贵族的亚历克 一般东西入不了你的眼视吧 不过其他伙伴的阻碍 她反而嘲讽得更厉害 你算哪门子小姐 正经小姐会穿这么简陋的衣服吗 这小混蛋 竟然露出这么明显的衣服 看来是很讨厌自己 即便如此也只是个小屁孩 看不下去的特奥挺势而出 快给小姐道歉 亚历克将火力转移 剑术比我差的 竟然都能被选中成为辅佐官 看来小姐也不过如此 艾莉压根没当回事 让特奥转告她 如果饿了就不要发脾气 好好讲话 之后她拿出了珍糖的巧克力 别生气亚历克 尝尝这个吧 不要再发脾气了 我们好好相处吧 亚历克的神情有一瞬间恍惚 曾经她的妈妈 也是这样喂给她的巧克力 那段时光至今记忆犹新 她认出了这是巧克力 听后艾莉一脸欣喜 这个给你吃 我们做好朋友吧 殊不知一旁的特奥渐渐失落 小姐曾对她的承诺如尽给别人 她扭过头将婴儿于嘴 小姐叫你吃 艾莉也察觉到了她的不对劲 亚历克果断拒绝 她才不会被这些收买 真幼稚 随后火速逃离了现场 礼物没送出去 看来只好自己吃了 回到房间的艾莉 正在思考如何孵化恐龙蛋 特奥突然一脸冷漠地走了进来 孩子们都已经洗漱完睡着了 怎么回事 怎么今天的语气冷冰冰的 艾莉小小的脑袋里充满了大大的疑惑 回想起白天送巧克力时的场景 她这才好然大悟 臭小子居然吃错了 看姐怎么争负你 哎呀特奥你也真是的 感到委屈了就告诉我吗 说着便拿起包包 从里面掏出了一整盒巧克力 作为我的贴身辅导官 你的巧克力自然是最贵最高档的 要知道这些巧克力 可是前两天她从蒂尔手上拧抢过来的 把蒂尔都心疼哭了 肯定是巧克力界的鸡皮 特奥心中所有的阴霾在这一颗衣扫 原来小姐从来没有忘记 此时艾莉还不忘给她花大 等我长大了会挑更好的礼物给你 所以你一定要乖乖待在我身边哦 一股一样的情绪在特奥心底荡养派 她势必为小姐干扰 与此同时另一边 几天没有见到艾莉的老父亲伤了神 纤细的手指不停敲打着桌面 怎么办 好想见女儿 艾莉给她写的信都差点被翻了 有什么办法能够知道艾莉更详细的近期信息吗 来 把蒂尔给我叫过来 她是队长肯定了解训练营发生的事情 大半夜把人从被窝里耗起来 蒂尔甚至还没从睡梦中回过室 穿着小黄鸭套装就来了 看完艾莉的信件后 蒂尔这才一五一时的汇报 小姐向我提出了很多改进的事 让给孩子们提供休息时间 结果他们的实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甚至连生病需要被扔掉的孩子都少了许多 不得不说艾莉确实很聪明 拥有成为领导的潜力 听到蒂尔这么夸赞自己的女儿 老父亲一脸欣慰 不愧是我的小宝啊 这时他们想起来 第二天就到了艾莉欢迎仪式的日子 蒂尔十分贴心 要不送小姐一双我的同款小鸡仔拖鞋 这会不会有些太幼稚了 卢西卡表面十分嫌弃 脑海里却不自觉浮现出艾莉穿鸡仔服的模样 真想快点到明天 很快艾莉的存在就被所有人知晓 无数人向伯兰特家族送来了高档鸡 艾莉也扎上了漂亮的双马鸡 颜值那是蹭蹭蹭往上涨 可卢西卡却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这天卡洛斯伯爵带着女儿登门拜佛 看着女孩那身漂亮的小公鸡 他这才想起来 自己的宝贝女儿缺了一身漂亮裙子 赶紧所有高档小裙裙全部整上 在几个大男人的捣鼓下 艾莉最终被打扮得宛如一个洋王一般 可爱精致的模样 让卢西卡露出一波满意的笑容 甚至连特奥都被惊艳的一步开眼 可当事人艾莉却极度不爽 这是把自己当成玩偶了 这群老男人真是烦死了 就在众人欣赏艾莉的美貌时 管加尼斯突然走了进来 皇帝的使者马上就要倒了 卢西卡内心长叹一声 能不能不娶 还没把我的宝贝女儿看够呢 生怕卢西卡下一秒就跑掉 艾莉着急地举起了手 我也要和你一起去 这可是拯救世界的重要一环 可事情的进展却并不那么顺利 使者在一旁口若玄和说的嘴都要干嘛 卢西卡却一脸痴迷地逗弄着艾莉 这混蛋能不能认真听人家说话 艾莉起不过 一把抓住了她乱动的手指 给我老实点 却没想到卢西卡满脸笑子 没想到这么大还保持着小时候的习惯 想到这她突然掉住了帝儿 我总觉得艾莉的脑袋空荡荡的 是不是缺少了一些头饰 帝儿的话让卢西卡突然顿我 马上去给我准备最好最贵的 这时使者抓住时机开口 小姐带上蝴蝶结肯定很漂亮 使者一边说一边想到 现在总该注意到我了吧 可卢西却完美地忽视了她 对 帝儿 马上去把所有的蝴蝶结都买回来 记住要最大的内容 算了还是我亲自去挑吧 说着就要抱着艾莉离开 此时一万头羊驼从艾莉脑海黄奔而过 大哥你就不能认真和使者讨论黄女的事情 使者也惊呆了 事情还没谈完呢 卢西卡文言停住了脚步 不忘了 随即薄唇倾气 原本温柔地毛子里充满了怒鸣 现在 艾莉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果然女儿奴的男人不好用 在卢西卡的精心挑选下 艾莉带上了比她脑袋还大的蝴蝶结 真是又丑又难看 说着便把蝴蝶结随意扔到了一旁 再和这家伙周旋下去 世界铁定裂角 似乎看出了艾莉的心事 特奥一脸恭敬了开口 无论小姐之后想要做什么 我都会坚定地站在你这边 艾莉小姐将由我来守护 这些话听着也太暖心了 可艾莉的内心却有些过意不去 毕竟她的终极目的是杀了特奥的男人 但她依旧送上了一个明媚的笑容 谢谢你特奥 谁知就在这时 紧闭的房门被碰得踹开 卢西卡二话不说就让人把特奥拖了下去 尽胆偷走艾莉的微笑 给我以盗窃罪论处 这这这这家伙是疯了吗 艾莉瞬间抓狂 你们都给我出去 说着便将卢西卡等人关在了门外 一耳尴尬的解释 可能艾莉是到了青春期吧 卢西卡一脸震惊 难道是什么疾病吗 不行艾莉不能有事 于是晚上她再次来到艾莉的房间 准备查看情况 却没想到原本熟睡的女孩竟突然皱起了眉头 原来艾莉做了噩梦 梦到了被卢西卡他们跌杀的残忍时刻 当她睁开眼 自己竟依偎在卢西卡温暖的怀抱里 同时耳边响起一句温柔的声音 乖 不要哭 艾莉陷入了深深的疑惑 为什么卢西卡会露出那副心痛的表情呢 是因为爱她吗 但她明明不是卢西卡亲生的孩子 正当她百思不得其解释 比汉突然推开房门闯了进来 小宝想我了吧 艾莉恨不得把他们全赶出去 这使卢西卡带着黑眼圈跑进来 第一句话就是关心她的身体 只见她一声令响 一群医生齐刷刷地站在了艾莉面前 这又是搞哪样了 艾莉只觉得身心俱疲 我看你昨晚不输 就把所有优秀的医生都叫过来 命名叫青春期 话音刚落 所有人的脑门都浮现出一条条黑线 这人怕是一个二傻子吧 艾莉此刻只想给卢西卡一电炮 能不能别整这些妖惹的 为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 卢西卡更是大发慈悲地开口 治好小姐的人可以获得丰富的奖励 一时间所有医生都欲哭无泪 谁家好人治病 治青春期啊 比汉这个二傻子更是开始笑着威胁 没有人站出来是想死吗 差那间所有医生都开始互相牵扰起来 场面混乱地像是在打群架 一旁的比尔神情阴冷地开口 随后从袖子里掏出一把短剑 真以为我们不懂什么是青春期吗 你们这群无视主君的家伙 看我不把你们处理干净 艾莉顿时慌了 不能再牵连无辜的人 一旁的卢西卡沉思过后来到艾莉面前 你真的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吗 望着卢西卡那一双赤红的铜铜 艾莉不卑不靠 没有 听到这个回答卢西卡猛地伸出了手 这是要做自己吗 谁知下一秒 卢西卡竟如是重负地将她整个人抱在了怀里 甚至连声音都带着一丝颤脑 太好了 如果你疼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这 这是我听错了吗 杀了她上千次的卢西卡大魔头 此刻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艾莉整个人陷入了矛盾 不受丝毫控制的 她使用魔力将卢西卡一把从身边推开 差那间整个屋子都安静了 就连艾莉自己也不自觉地待着 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 自己居然暴露了拥有魔力的秘密 这下真的完蛋了 这一行为完全出乎几人的预料 卢西卡也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之中 难道艾莉真的是卡列哈送来的奸行吗 看着桌子上那一张丑萌的照片 卢西卡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 几个人在房间细致地讨论 艾莉在房门外趴墙角偷听 可恶 根本什么也听不到 唯一的好消息是 他们没有立马杀了自己 这样或许还有扭转的局面 看来只能牺牲一下自己了 想到这他猛地推开门 浑身瑟瑟发抖地走到卢西卡面前 还有呢 这家伙还有完没完 艾莉心中问候了卢西卡祖宗十八代 表面上却艰难地扯出一抹微笑 我最最最喜欢爸爸 听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卢西卡这才放过了他 几人来到会议室 艾莉在地图上标出黄色小蛇的位置 若是把这个当作礼物送给皇女 皇女肯定很开心 此时老灯忧虑地开口 克罗伊克正在讨伐这片区域 怕是有些危险 蒂尔等人当即嚣张地表示 杀了就行 这群人怎么动不动就是杀杀杀 可不能让那群人死 艾莉常叹一口气 不用这么血腥 随即在地图上标下另一条路 这条路可以完美避开 小小年纪就表现持过人的智慧 老父亲不禁有些自豪 不愧是我的女儿 艾莉嘴角露出一抹坏笑 按照欲知梦的内容 我也必须去落汗之地 此话一出顺天遭到了大众的反对 这怎么可以 女儿奴的老爹却表示无所谓 反正我会和我的小宝一起去 其他人也纷纷复合 可怜彼汉还以为是自己魅力无限 见大家迟迟不能做决定 老邓提出了一个明智的办法 公平起见要不你们投票吧 好主意 差那间艾莉差点成为高速 好在结果没有辜负她 彼汉以八票的成绩将陪伴权成功拿下 留下满眼震惊的卢西卡 待在原地不知所措 她居然一票都没有 回到房间的艾莉马不停蹄 开始收拾东西 没想到这一事进展这么顺利 忽然特奥告诉她 小姐马车好像走啊 什么 艾莉吓得开始百米冲刺 彼汉你这个笨蛋我还没上车呀 却没想到卢西卡 突然一脸严肃地挡在了路中间 选我还是选彼汉 艾莉的大脑瞬间当机 随之而来的是满满的怒火 这家伙究竟还要妨碍我到什么时候 她开始愤怒地大吼 立刻马上给我让开 卢西卡没想到艾莉态态度居然这么强硬 正准备发火 特奥的声音猛地响起 她浑身颤抖 似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主人我想告诉你一件秘密 其实这件事从很久之前小姐就在筹划了 她想送你一件礼物表示感激 听说洛汉之地有很多奇珍异宝 她这才想要亲自前往替你挑选礼物 一番话成功打消了卢西卡的怒火 自己的女儿还真是懂事 这件事算是解决了 可令她无语的事 亚厉克居然也在 比汉解释说亚厉克实力超群 是一个不错的保镖 地旁的特奥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原来自己从始至终都只是个翻译吗 注意到她的落寞情绪 埃莉立马拉住了她的手 我们走吧特奥 这一举动给了特奥无形的力量 她一定要找机会展示自己的价值 几人愉快地踏上了洛汉之路 由于走得匆忙 特奥忘带食物了 亚厉克殷勤的地上一块面膜 小姐吃这个吧 假惺惺的模样让埃莉忍不住在心里吐头 这家伙再比汉面钱装的真相 突然马车外转来一针悦耳的歌声 身头望全 居然是前世合作过的重要情报员朗科 看来之后不用千里铜也能获得提报 为了成功将她收为己用 埃莉大胖地撒下一台精力 本小九别的没有就是钱多 这一举动让网科连连道歉 怎料这冤大头行为却被对方盯上 禁欲谋深更半夜把她帮走 还未察觉的埃莉开始闹肚子 不知道是不是吃了三明治的缘 脸色苍白的她从百草人拉到了三味书 可依旧很难受 比汉见状立马出门替她找到 若是埃莉出了什么闪失 卢西卡怕是会扒了她的皮 刚躺下没两秒 埃莉那平静的肚子又开始翻江倒海 她艰难地朝着卫生间走去 却没想到亚历克一脸坏笑的狗 小姐好像很难受啊 想都不用想肯定是她在三明治里动了手脚 埃莉气得浑身发动 等我恢复了再找你算账 说着便步履蹒跚地朝卫生间走去 却没想到刚碰到轮巴手 亚历克就突然挡在了前面 嘴角扬起一抹得逞的坏笑 这人是想死吗 刹那间埃莉怒火中烧 赶紧给我让开 不料亚历克反而更嚣张 怎么小姐你很着急吗 趁别汉不在就这么欺负她 埃莉气得死死捏紧了拳头 等我身体恢复肯定让你好看 一旁的特奥脸色阴沉地走了过来 亚历克 你怎么敢对小姐这么污辱 这句话仿佛打开了亚历克极度的大门 她也已丢出特奥的一领怒口 在贾小姐身边待了几年 就开始目中无人了是吧 不过是个卑贱的野蛮人 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刹那间特奥的脑海里响起嗡嗡一声 无数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流浪的那段日子 那些恶毒的人也是这么嘲讽欺负她的 想到这她开始止不住的发抖 随后一拳揍在了亚历克的脸上 许是没有想到特奥竟然会动手 亚历克挣了一秒 接着便掩耳不及训为之势揍了回去 两个人就这么在洗手间门口大打出手 一旁虚弱的埃莉要被憋死 不能换个地方打了 就在二人打得激烈之时 一个人影从窗户溜进来 整个房间瞬间充满了迷幻的烟雾 当这些烟雾散去 特奥他们惊奇地发现 埃莉居然不见了 敢当着他们的面拐卖而通 两人立马拿起武器追了上去 速度之快让朗科心中意紧 这两个家伙究竟是谁 吸了他的睡眠瓦斯 竟然还能追上来 脚下的步伐也开始不自觉地掉下来 被夹在戈之窝的埃莉脑袋一阵眩晕 好小兔 此时体力极好的亚历克已经追了上来 看来这个丫头还挺金贵 亚历克那个混蛋反顾着开口 他除了吃喝拉撒什么也过来 说着便持剑跃到了半路 一边进攻一边邀功 废物小姐你可得感谢我 正当他准备劈死劫匪时 劫匪一把抓起埃莉堡在了面前 剧烈的晃动让本就不舒服的埃莉堡 无数彩虹物就这么喷到了亚历克的脸上 埃莉人妈了 怎么会这么丢脸和羞耻 劫匪抓住时机继续逃跑 埃莉此刻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差那件一个白馒头出现在亚历克的视野中 亚历克嘴角一抽 真的好想洗个眼睛 下一秒 他的脸就毫无预兆地撞了上去 场面顿时呈现出一个刚大的画面 羞愤的劫匪立马转身一巴掌 扇在了亚历克的脸上 一个流氓赶紧放手 亚历克怒火冲天一跃而起 混蛋居然敢打我的脸 连比汉大人都没有这么对过我 说着便将他打得归服在地 还没来得及高兴两秒 劫匪的同伙居然拿着枪推了上来 不想让这小家伙死就赶紧放手 可恶 亚历克只好咬牙放下了剑 可他却低估了劫匪的无赖 刚举起双手 劫匪便一剑刺向了他的父母 姗姗来迟的特奥被惊得瞪大了眼睛 一路上他尽管已经尽力追击 却仍旧赶不上强大的亚历克 甚至连体力都开始逐渐透支 可如今看到亚历克在自己眼前被伤 他依旧抑制不住担心 正准备上前 却没想到 不然开枪 坚硬的子弹猛地射穿了他的胸膛 眼前的是完全出乎埃莉的预料 他们不能死 刹那间 埃莉周身散发起蓝色的光芒 甚至连语气都是从未有过的兵了 看好了 什么才叫真正的痛 周围圣兵 下影 一道蓝色的光 劫匪差点被巨大的能量劈成渣渣 亚历克和特奥此刻充满了镇静 这还是他们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小点 埃莉一脸淡漠地拍了拍手 你们应该庆幸我没有杀你们 不顾三人挣扎的模样 他这急忙慌地来到特奥他们身边 当他们坐下后 埃莉开始施展疗愈魔法 仅仅两秒半 原本身受重伤的两人竟奇迹般的好了起来 亚历克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他自以为是废物的小姐 居然同时会这么攻击和疗愈两种魔法 甚至还是高等的武器 一个七岁的孩子怎么会这么厉害 埃莉满心满眼都是特奥腿上的伤 为了自己做到这种地步 说不敢动那是假的 此时劫匪又开始在身后叽叽歪歪 真是烦死了 埃莉小手一挥 三个人就变成了容貌奇异的怪物 居然是变形魔法 亚历克此刻犹如五流宫 自己当时居然还挑衅埃莉 真是不知死活 处理完二人的伤 埃莉这才再次来到劫匪面前 若是不想死 就给我乖乖签下誓言烙音 一旦未来对我不装 你们的灵魂就会直接粉碎 真是好恶毒的魔法 其中一个劫匪不自量力地想要反抗 却被埃莉用一只手指控制了下来 她神情冰冷地开口 我说过 你们应该庆幸我没有杀你们 一个劫匪立马食食物地开始发誓 手上也应克上了一只亮眼的蝴蝶 埃莉这才露出一抹新的异服的魂像 虽说收徒过程有些出乎意料 但好歹结果是令人满意 而且这群人好像脑子不太好 她使用的不过是曾经自创的同意魔法 可以随时召唤和观察应克对象 当这一切结束 埃莉这才转头看向特奥和亚历克 谁知亚历克已经吓得浑身发抖 自家的小姐也太可怕了 埃莉真诚地来到他们的面前 以后不要再受伤了 我很感谢你们为了我战斗 但我更希望你们能够珍惜自己 这番话击中了亚历克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这么满心的话 对埃莉的偏见在此刻消失得无影无影 够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流下 谢谢你 小姐 刚说完这句话 埃莉手中的龙蛋居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随后变成了纯粹的蓝色 难道弹药孵化出来了吗 举鹰长得太猛 她被一颗恐龙蛋强制要轻轻 一张香肠嘴把她吓得浑身发麻 使尽浑身力气尖叫一声后睁开眼 她这才发现竟然是个梦 而噩梦的罪魁祸首 就是眼前这个要夺她早安稳的男人比汉 你这家伙赶紧给我滚开 埃莉气地拿起枕头疯狂暴走 自恋狂比汉却认为这是喜欢她的表现 埃莉一整个人亚没带入 真是从未见过脸皮如此之厚的人 这时特奥和亚历克身夺厨师服走过来 小姐早餐已经做好了 随后两人恭敬地盛上土豆汤 看着和之前盼若两人的亚历克 埃莉心中无限感慨 果然真诚才是比杀鸡 昨晚的是她让特奥和亚历克一定要忙 若是说出去了 李汉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而且还让亚历克回去之后 搬到工具 这一系列操作直接将亚历克完美 甚至发誓以后要比特奥更加忠诚 几人吃饱喝足后再次启程 毕竟除了解救黄色小蛇 他们还有给卢西卡买礼物的副本 而此时的卢西卡 正呆呆地盯着埃莉的画像 早知道就和宝贝女儿一起去了 见卢西卡自你如狂 沃伦十分有眼力见地递上一个木雕 相比于卢西卡丑不拉几的画像 沃伦的木雕则显得好看多了 卢西卡瞬间双眼放光 真好看 于是她走哪都带着木雕仔细端下 她来到花园又开始思念埃莉 一个侍女却突然从身后朝她袭击而来 极度敏锐的卢西卡仅用一个眼神 就将侍女整个人定在了空中 区区一个几百岁的小毛孩也敢来杀我 看来我似乎也拨起了 话音刚落 侍女便瞪大眼睛不甘心地落了起 而为了缓解卢西卡的私女之情 沃伦甚至雕刻了一座巨大的铜像 巴尔巴恰忍不住吐槽 这和她们可爱美丽的小姐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毫不相干 就连卢西卡都忍不住让沃伦别雕了 一旁的魔力乌鸦忍不住自告愤怨 要不让我来试试 可卢西卡却让她别乱搞 有这时间不如去清理掉大鱼 收到命令的乌鸦立马听话的飞走 看着这只魔力乌鸦 沃伦的思绪被拉回了很久之前 当初卢西卡想要离开魔地 却遭到了众人的反对 若是一定要抛弃一个 那为什么不能是人类使命 那时的沃伦眼神冰冷的开口 主军也抛弃了人类 与此同时另一年 埃莉等人正准备给卢西卡埃莉 刚走到街上 一个漂亮的花蝶就吸引了埃莉的注意 她曾经的爱人 也送给了她这样一个礼物 想到这她的眼角不自觉渗出了泪水 这一次她一定会成功守护爱人 正准备离开 脚边突然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 求求你救救我 转头望去 一个衣衫破烂的女孩 正奸奸一息地跪在地上 下一秒便支撑不住绑了下去 许是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埃莉当即拿来一大堆面包递给女孩 看着埃莉救治他人的模样 亚历可忍不住发出一句本态 小姐你和主人可真想 却没想到埃莉立马挽弱一只炸毛的小猫 才不像 剧烈的反应下的众人脑子一猫 似乎小姐很讨厌和主人有所关联 可他们真的很像 曾经卢西卡就是这么就像玛莎的 埃莉的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呢 在她的眼里 卢西卡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脑海里猛然浮现出卢西卡抱着她的模样 难道自己真的误会吗 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 吃饱的女孩就拉住了她的衣角 随即地上一块精英剃透的吊坠作为谢女 手中的恐龙蛋再次发起光 这是怎么回事 还没等她想清楚 笔汉又催促地踏上了洛汉之日 几人刚来到洛汉之地 就碰到了小猫的一场 亚历可挺用一招就将其轻松击败 可特奥却浑身站立 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绿怪击杀 她的实力终归还是太容易 笔汉笑着说要把特奥给扔平 让亚历可来当埃莉的辅导官 这句话仿佛触碰了埃莉的女子 她张牙舞爪地拍打着比汉 你敢换我就挠死你 却又突然把手将在了半空 这群家伙真的会救人吗 等她回去一定要亲口问一问马莎 正当几人准备继续前进时 前面突然传来隆隆的马一声 一股不好的感觉朝埃莉喜来 千万不要是克雷默家族 怕什么来什么 克雷默公爵诺贝德 带着大队人马出现在三人面前 同时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擅闯洛汉之地 要知道伯兰特家族是没有自得撕自己 比汉礼貌的下马 表示他们只是想去裂缝寻找一些东西 可诺贝德却极度不爽 在他们眼里 伯兰特家族虽然拥有强大的力量 却非常没有礼貌教养 和身世有理的他们完全是两个极端 他的毛子里充满了侵略和怒火 你们这群野蛮之人居然想打破规矩闯进来 真是不可饶恕 一番话让比汉怒不可乐 周深也开始不断散发魔力 眼看二人就要打起来 埃莉急忙冲了过去 她礼貌地向诺贝德行李 您好我是卢西卡之女埃莉 可爱乖巧的模样直接萌化了大家的心 就连刚刚准备打架的底涵都忍不住自豪起来 小姐的美貌可是公认的 大哥你说话都不自豫 随后埃莉解释了此次前来的理由 由于父亲生了病 我们没有办法才想过来寻找一些药材 眼下情况紧急 只能牺牲一下卢西卡了 在埃莉的美貌公式和礼貌举止加持下 诺贝德最终决定放他们一马 但他仍然不忘严肃地警告 下不为例 解决完这些事埃莉这才封了一口气 虽说伯兰特家族很强大 但最受皇帝信任的却是克雷默家族 他们的实力依旧不容小觑 在诺贝德一行人的带领下 埃莉他们艰难地开始寻找小黄蛇 头顶的烈日晒得他昏昏欲顺 脑袋也逐渐变得不清醒起来 自己好像有点发生了 一旁的诺贝德滔滔不绝地向他们介绍 进到洛汉之地必须万分小心 因为裂缝是随机出现的 他们的入口和出口不在同一个位置 只能依靠空气的流动大致盘门 一旦陷进去就很难再转 此时埃莉和特奥脚下就伸出了一块紫色的光环 诺贝德立马现场叫雪 对裂缝就像这个样子 好像有哪里不对 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 埃莉整个人就毫无预兆地掉了进去 不知情地彼汉接近疯癫 周身瞬间爆发出鬼天灭地的魔力 刹那间山崩地裂乱世飞起 可依旧没有任何办法 一旁的诺贝德整个人惊住 无意识爆发的魔力居然都这么强 看来伯兰特家族的实力不如 冷静下来后他安慰彼汉 虽说裂缝的出入口是随机的 但可以试着走其他裂缝的通道进去 彼汉文言立马转入身 无论如何他都要找到埃莉 与此同时 埃莉在特奥的关切中缓缓起来 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 光暗的空间内竟有无数十人之珠 甚至长得比人类还要大几倍 眼看特奥就要被袭击 埃莉猛地冲到他前面 手心瞬间亮起红色的光芒 多米红不拉 他熟练地念出咒语 火焰瞬间将十人之珠尽数包裹 下一秒全变成了焦踏而死 特奥被如此强势地进攻下的呆住 小姐居然还会六级魔法 耗光力量的埃莉感到身形俱疲 六级魔法已经是这副身体的景象了 更糟糕的是 刚刚蜘蛛击中了他的腹部 好死不死还有死 可恶 这副身体根本没有抗毒的能力 他虚弱地跪在地上观察四周 唯一庆幸的是 这个裂缝和前几时遇到的都差不多 突然一条黄色小蛇出现 这不就是此行的目的吗 小蛇看着他们着急地扭动着身子 特奥解释说 他好像在向我们求助 埃莉顿时心中暗息 刚想着救下小蛇后离开 却没想到毒素突然破散 一整个人瘫软地倒在地上 看着自己最真爱的小姐陷入危险 特奥陷入了无尽的慌乱之中 他必须要救小姐 一旁的黄色小蛇趁此开口 为人类 只要你把我就出去 我就帮你救活他 特奥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没有什么比小姐的性命更加重要 他立马扳开压在蛇身上的岩石 正准备让他履行约定救人 等了小蛇出而返而 搜的一身就溜走了 愚蠢的人类 情况危机不能再拖了 特奥一个剑步冲上前 伸手将他死死地抓住 小蛇气急败坏地发起攻势 一口咬在了特奥的脖子上 你这家伙赶紧给我放手 看我不把你咬成骷髅 入骨的撕裂敢使特奥不停船地粗起 可即便如此 他的手却始终死死抓着小蛇 求求你 舅舅小姐 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 是小姐给了他温暖有关爱 他是自己的全部 踏那边 特奥猛然爆发出强烈的弩 不受控制地向艾莉爬去 传说只有操控师才能驯服野兽 看到小蛇乖乖惊化 特奥长叔一口气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好歹小姐有救了 很快袭来反噬 她的身体被力量逐渐瓦 接近到崩溃的边缘 小蛇的控制在此刻解除 她兴奋地想要再次逃跑 龙蛋却突然吸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强大的气息是怎么回事 浑身不自觉地冒起了冷汗 一个可怕的想法不现 难道这小家伙是那个的主人吗 她立马改变主意 转身朝艾莉张开了血盆大口 特奥见状一把薅住她 别想害小姐 小蛇要急坏了 我这是在救她呀 特奥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 最终还是没能撑住 可即便如此 也一直抓着蛇不撒手 看像躺在自己身边的特奥 艾莉的泪水不自觉落下 前世的爱人在临死前也是一样 告诉她要活下去 这一次 她再也不会让身边的人死去 用尽全身力气搭在特奥的手上 将自己的所有魔力给了特奥 然后平静地接受死亡 在艾莉消失后不久 诺贝德就带着彼汉来到了固定列室 里面充满了无法预测的威胁 彼汉没有丝毫犹犹豫大补潮里动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战斗 诺贝德提前安装好了一栋石 可以释放光波击退怪物 几人刚准备启程 一只巨型蜗蜗就冲了出来 好在有保护罩 蜗蜗对他们造成不了伤害 可彼汉却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 任何东西都别想阻挡她救出小姐 没有依靠任何魔法装备 她竟直接使用了七级魔法 巨型蜗在她手里成了小卡拉米 与此同时 埃莉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空间 布利斯 回去吧 现在还不是时候 回去之后 把卢西卡 话说一半 还没等她听信后 就被一只大手推了出去 等她猛地再睁开眼 疼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立马转头看向特奥 她又开始紧张起来 强行开辟了魔力空间 她的身体已经超负荷了 正当不知所措时 头顶的巨石猛烈晃动起来 埃莉瞬间感到无比安心 这还是她第一次 为彼汉的出现感到高兴 诺贝德在此刻下令 保护好孩子来 随后开启一道巨大的金光阵 裂凤即将要爆炸 彼汉见状立马抓起埃莉 刚想着离开 她愤怒地朝彼汉喊道 特奥也要带上 是她救了我 听着远处的人大喊没时间了 她连忙抱起二人往外容 在一行人的共同努力下 几人成功离开了裂凤 特奥也在诺贝德的距止下 成功捡回了一条命 几人礼貌地准备互相报告 诺贝德探向笼子中的小黄蛇 这就是你父亲需要的药材吗 埃莉嘴角一抽睁眼就撒谎 没错 怎料卢西卡的魔鸭 突然带来魔石 打开一看 竟是卢西卡的真人投影 她忠气十足地怒吼道 你们究竟什么时候回来 埃莉顿势猛逼 这鸭得哪里像重病的样 特奥赶忙出来打圆场 主子阴病久问 难免有些烦恼 好了谎话就到这里吧 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诺贝德 几人踏上了回府的路上 谁知那颗龙蛋居然碎了 他们倾尽财产给埃莉建了座金雕 埃莉刚一踏入国界 就被明晃晃地自己闪瞎眼 自己只不过是出去玩了一趟 女儿努老爹就搞这么大阵仗 两个疯癖哥哥缠着他不撒手 直到卢西卡出现 他一把抱紧埃莉 欢迎回来 我很想你 埃莉这次并没有躲开 亚莉说过他救了奶妈 也许他毁灭世界并不是出于本意 爸爸逼上一份礼物 他准备得很认真 埃莉脑子瓦特了 这他喵谁啊 是你 好在巴尔解释 这是皇室的性质 埃莉瞬间动辱 指的背面 写着邀请他们参加来那皇女的生日舞会 距离舞会还剩五天 往年拜访皇室的时候 卢西卡总是以女儿更重要唯有拒绝了 埃莉一声令下 马上收拾行李 我们快出发吧 他立马准备好了一切 巴尔不理解 还剩五天不着急 埃莉怒对回去 去皇宫需要十五天的路程 第二让他去收拾着装 这是基本礼仪 埃莉无语吐槽 你眼里还有礼仪吗 都把皇室的性寒揉成那雄浪了 慈禧彼伏的咕噜噜声响起 两个小跟班恶抽抽了 卢西卡也闷闷不乐地撇嘴 爸爸的礼物呢 埃莉一个头两个大 只好带着一蛇三鸡走回府邸 到了晚上 卢西卡轻拍着女儿哄睡 跟爸爸一起睡觉开心吗 小时候你在爸爸怀里睡着 好像是昨天的事 现在竟然可以不用爸爸陪着 也能去旅行了 出门前埃莉说是为了送爸爸礼物 但实际上根本没准备 而是为了抓黄蛇献给皇女 正愁着该送什么好事 卢西卡轻柔地叫着她的名字 埃莉一诺 我爱你 晚安 她瞪大血色的瞳孔 脑海中不断浮现的 是前世魔王杀了她爱人的画面 项链嗡嗡作响 第二天 她终于见到了最爱的奶妈 这个家里只有马莎是正常人 她仔细查看着埃莉身上每个部位 生怕磕着碰着 眼中饱含着心疼 小姐 您瘦了好多 听说您去了洛汉之地 幸好您平安回来了 汉这依旧如此温柔的马莎 为了证实压力的话 埃莉直截了当地问她 爸爸曾经救过你吧 另一边 小黄蛇被打扮得花枝招展 后比二人组吐槽超级恶心 笨蛋比汉弹了个响指 给你们瞧瞧我的手艺 下一秒小黄蛇就成了嗷嗷带补的蛙 四个封批研究着 如何符获黄女的芳心 米凯质问笨蛋比汉 带埃莉回来得这么晚 还敢跟我家 这次你乖乖守家 我带小姐出门 巴尔没理会她们 反而是狠狠不高 长得真磕沉 黄女真能稀罕这玩意儿吗 此时卢西卡换装完毕 三人一看差点弯了 小黄蛇也心跳加速两腮通红 男人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是找她的宝贝女儿 殊不知埃莉陷入了迷茫中 没想到马莎的话 对小姐的打击这么大 小黄毛屁颠屁颠地跑去关心 左卧没有看看 埃莉回想起奶妈的话 当时她的父亲沉迷赌博 因为贫穷 她靠着做针线活来维持生机 但远远无法填补天价债务 之后父亲把她卖给了 恶贯满盈的贵族 好在卢西卡收留了她 所以对她来说 主君是救赎者 埃莉无法理解 那为什么要毁灭世界呢 她猛然想起 世界毁灭的原因 是因为莱纳皇女的背叛 到底做了什么 会让卢西卡愤怒到不惜毁灭世界 得知道原因才行 她使用传音魔法 之前留下的印记 可以联系到远方的朗科 三人表示抗议 难道我们没有人权吗 埃莉表明目的 委托他们打听皇女的信息 事后会给他们一笔丰富的暴露 但期限只有两天 如果不能完成 就杀了你们 突然哐的一声 两个笨蛋兴奋地闯进了卧室 找到你了 快看 埃莉跟着声音回头 不可置信地盯着门口 完全忽略了 与自己穿亲子装的老店 而是将目光锁到了小黄蛇身上 雄性的自尊心 被他们一点点碾碎 现在想来 为什么呢 年幼的皇女会选择蛇 想得过于投入 卢西卡满脸失望与伤心 比起爸爸你更喜欢蛇呀 都不给我礼物 这件事他惦记了两天两夜 埃莉随手拽下脖子上的项链 给你 卢西卡立马荡成了宝贝捧在手心 一群疯子也围在周边羡慕地流口水 只有两个小跟班心知肚明 那是个乞丐给的 爸爸的手朝他伸过去 一把捧起埃莉的小身子温柔地笑着 走吧 去皇宫 离家前 笨蛋比汉一直吵着要要要 他还要其他姿势 埃莉无语 到底谁才是小孩 这次真的是最后一张了 沃伦弹个响指 下一秒 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就凭空出现 笨蛋比汉不服气 他也想陪小姐出门 就连亚历克跟特奥也能跟着去 为什么只有我不可以 埃莉解释那是他的人 比汉拍拍硕大的胸脯 那我呢 我这个哥哥不是埃莉的吗 他气得直跳 主军带上我吧 我也要去 埃莉突然佩服起来 这家伙几乎把遇到的怪物都剿灭了 现在居然还剩下这么多精力 这样的哥哥还是分给兔子的粉丝吧 他们刚一上车 比汉就一直敲窗哭喊 没有你哥哥我可怎么活呀 而两个疯癖像幼稚鬼似的 争抢着埃莉旁边的位子 埃莉指定特奥坐旁边 因为他是自己的辅佐官 巴尔抛出致命问题 他是野蛮族进不了皇宫吧 忍无可忍的埃莉发起火来 特奥有操控师的资质 皇室不能随便对待他 尼凯提一现场表演 正好这里有一只实验神 特奥回想着当时的情景 满脑子都是想救小姐的想法 但埃莉阻止了他 现在还不行 在没经过训练的情况下 用操控术很可能会暴走 你在怀疑我吗 太让我失望了 尼凯连忙道歉 毕竟操控师太罕见了 所以想见识一下 操控师的最高境界 是精神类操控 所有人都惧怕且贪婪这种 克奥 坐这边 你是我的辅佐官 得在我身边帮助我 弥凯和沃伦傻眼了 三人一口同声 埃莉伊诺 我呢 过了一会儿 卢西卡柔声叫醒了流口水的女儿 埃莉伊诺 该起来了 我们到罗德堡了 他坐起来望向窗外 满脸洋溢着开心 终于到了帝国的手术 而爸爸的目光一直落在埃莉身上 他感慨着 与前世一样 还是那么美丽 好久不见了 有几次轮回他 还成了摩塔的魔法师 亚利克惊讶于帝国的繁华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真正有趣的地方在工匠街 无论是任何职业 都可以在此处获得最棒的武器 有几个店铺私藏着矮人族 他们的手艺堪称神之一手 在这一定能找到 辅佐操控术的武器 爸爸我要钱 很多很多的钱 本以为卢西卡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结果却等来了一句没有 为了把黄金人像做得更大 他们把所有的金币全容给用掉了 这次旅游经费 还是从队长的私房钱里抠出来的 亚利接近崩溃 可恶 怎么办 去偷吗 这是一辆金币辉煌的马车 停到他们身前 霍兰德大功来了 男人镶着满口惊讶 用那风一吹就倒得瘦弱身板 不知死活地挑衅着当代魔王 可出乎意料的是 如此傲骨的他们居然行李了 男人不知收敛的态度与钱是一样 没结婚就有了小孩 想到处流连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我劝你还是不要随便跟女人风流 说不定就连好不容易维持的命脉也会断绝 亚利强忍着愤怒 为什么她会这么生气 甚至对男人起了杀意 马车里稚嫩的声音打破安静 爸爸 不是说好带我去玩具店吗 怎么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 看来你就是那个传闻中的私生子 亚利怒瞪着她 自己绝对不要向这对妇女低头行李 下一秒女孩高高抬手 完全没有教养呢 眼看着一巴掌就要落下 卢西卡及时拦下了她 罗兰德小姐 你越界了 女孩被气得浑身发抖 抬起另一只手扇在卢西卡的脸上 风批三人组彻底失控 就连艾莉都直直的愣在那里 爸爸被打了 收拾完他们妇女 女孩便扬朝而去 艾莉发了风的上前 你们这些 脏话到嘴边却被制止 艾莉一诺 忍下来 有很多眼睛 在盯着 艾莉无法理解 为什么要忍着 他们无缘无故打爸爸 应该打回去才对 你不是有能力毁灭世界吗 为什么要忍气吞声 巴尔差点说漏嘴 因为主君有要寻找的东西 他莫名感到心疼 将冰块敷在爸爸脸上消肿 笨蛋爸爸笑了笑 早知道让艾莉一诺这么担心 另一边也给他打了 单身九千年 却一夜间多了个黑发红铜的闺女 怎料这是被他杀死数千次的勇者 谁知魔王成了女儿奴 就算挨巴掌 也要主动送上另一半脸 即便女儿送个玻璃球 卢西卡也当作宝贝蜜蜂 时不时就拿出来盘盘 艾莉顿时负罪感拉满 不过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 她要去委托朗科调查公主 沃伦倾可两声 去买个玩具吧 我给你零钱 结果下一秒就被米凯抢走 谢谢 我会好好跟艾莉约会的 次人来到工匠街道 她要做一个操控师的道具 但老板表示 想要两天时间制作是不可能的 听闻米凯标起了国粹 被恐吓的老板赶忙解释 店里还有个现货 是可以增加操控术的怀表 艾莉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了 立马让米凯掏钱结账 之后转身送给了特奥 暂时先用着吧 以后给你买更好的 使用的时候集中精神 往里面输入魔力 这时怀里的龙蛋悄悄裂了缝 不然一声喊叫传来 亚厉克不小心摔坏了伤品 最后只好全部结账 米凯像训斥小狗一般 如果不是艾莉你已经死了 刚出店门艾莉就陷入绝境 没钱了 偏偏在这时候 朗科三人组屁颠屁颠跑来 终于见到您了 艾莉慌乱地回头 不出意外被米凯质疑 他们是谁 艾莉随便找了个借口 这是她去洛汉之前认识的朋友 想要钱的话就配合我 结果三人花光全身家当请了下午茶 艾莉委婉地让米凯离开 自己想跟朋友们说些话 我有自己的私生活 而且也到了这个年纪 从小看她长大的米凯不禁耿硬 三人组这边都急得冒烟了 米凯还在计较 为什么那俩小跟班可以留在这 艾莉糊弄她 因为他们也是朋友 再加上撒娇恳求 米凯只好欣然地妥协 人一走 三人就掀了桌 为了应付他们 艾莉翻出一堆宝石 三人立马换了副嘴脸 注意到一颗棒棒糖模样的水晶球 艾莉将其收了回去 可能会用得上 朗科开始交换情报 黄女是个疯女人 超出想象 做出的是恶劣到了极点 她的爱好是杀死老鼠 所有的人偶都要用刀划上几包 房间各处沾满了鲜血 出了名的暴力女 就连皇帝都无法阻止 听说之所以变成这样 但现在皇女明明还小 她天生就这么恶劣 那么之后被称为恶女是必然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 她必须死 虽然很对不起 但别无他法 另外还有个霍兰德大功的真相 结果朗科刚要讲 就被闯进来的巴尔打断 听说爸爸也在附近 艾莉只好终止了谈话 到了夜晚 卢西卡照常地送上晚安稳 等爸爸一走 艾莉立马行动 拿出白天的水晶球测试 输入魔力后果然成功了 她心中默念着皇女 水晶球立马投影出影像 莱娜双目无神 坐在餐厅内毫无胃口 皇后劝她稍微吃点 死去的皇妃也不会愿意看到 皇女像现在这样生活的 皇帝哄小孩适得为她 莱娜却一掌拍到了父皇脸上 哥哥们气愤地起身 你疯了吗 是不是太惯着你了 莱娜恶狠狠地怒斥 谁让你们那么做的 我都说不要了 为什么还一直逼我 爸爸也好哥哥也好 我都不需要 目睹这一切的埃力很不理解 就算妈妈死了 这也太过分了 刚才朗科想要说的话 可能不仅是单纯地讨价还价 与此同时 哥哥猛扇了莱娜一耳光 却也激怒了父皇 竟然打唯一的妹妹 我是这么教导你的吗 或许是皇帝那样过分保护 才会变成恶女吧 皇后制止住太子 快向陛下道歉 之后以哄哄黄女为友 将莱娜带回了卧室 你为什么就是听不懂话呢 我不是说过 这种程度还不够吗 不论是母亲还是女儿 你们又笨又蠢的程度 简直是一模一样 做不到呢 你母亲就得死哦 埃莉瞪大了双眼 那是什么意思 女儿奴魔王一直守护着人类 未来的后妈 还是毁灭世界的幕后凶手 传闻她刁蛮任性连父皇都删 埃莉本想出这样后快 却看到她被后妈虐待 这怎么可能 每当埃莉重生时 皇后都已经死于疾病 而普利塞拉守住了皇后的女儿 把皇女当成亲生女儿来养大 可这一切居然都是假的 她赶忙从水晶球中寻找证据 定睛一看 房间内存有监视魔法 只见皇女跪在地上啃球 我要看妈妈 下一秒 后妈手上的戒指闪烁出蓝光 埃莉不可置信的张大人 那个人是皇女的亲妈 虽然还活着但状态很差 后妈戒指中的黑魔法 能把活人伪装成死人 埃莉决定救出来呢 如果在这种环境下惊大 最后会背叛魔王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现在的自己无法对抗黑魔法 得找个会相信小孩子说的话 并且能够对抗黑魔法的魔法师才行 很快她想到了一个怪胎 二话不说立马行动 她叫醒两个小跟班 是要做 快起来 趁关门之际 埃莉和特奥终于抵达目的地 而亚历克则伪装成小姐打掩护 不出意料 隐身魔法一秒被对方识破 埃莉如实相告 我的朋友被威胁了 继母囚禁了她的亲妈 并且虐待她 我自己没办法救出她 所以才找到这里 拜托了请借给我力量 对方用的是黑魔法 此话引得男人怀疑 小小年纪是怎么知道这些呢 不能再迟疑了 埃莉果断地跪下 吓得男人赶忙扶起 我需要你的力量 拜托 帮帮帮我 男人心软地答应了 但是有个条件 鄙视皇宫内 受伤的皇女正在接受治疗 二皇后被训斥 不可以打闲眼的部位 隐藏伤口的材料 可是亲生母亲的血 这事门被敲响 皇帝进来关心着宝贝女儿 莱娜根本不领情 撵走了所有人 等后妈离开 她抓住了藏起的利刃 发疯般地捅向兔子 一次比一次用力 直到玩偶死无全失 莱娜大口喘着粗气 看着被破坏的兔子 她的瞳孔恍惚无神 反应过来后 崩溃地抱着兔子抽气 一遍遍地向她道歉 这时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 埃莉让她不要出声 我都知道 你的妈妈 我来救她 那一瞬间 莱娜愣了神 怀疑自己在做梦 这小人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 埃莉告诉她不要害怕 我是来帮你的 突然啪的一下 莱娜捂着山红的脸 这不是梦 埃莉气愤地质问她在干嘛 为什么要打自己 不论是父亲还是哥哥 都不知道这些事 埃莉为刚刚的行为道歉 我本来不想吓到你的 你先小点声 监控魔法里不会看到我的身影 只会显示你一个人 她翻出道具给莱娜 这是能够救你和你母亲的道具 莱娜好奇这是从哪弄到的 但男人叮嘱过 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给她这个道具的条件是安全回来 同时给她施加透明缩小保护等魔法 埃莉表示就是秘密 但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一定会救出你们 莱娜不敢相信 真的能够摆脱吗 能够救出妈妈吗 埃莉告诉她道具的使用方法 这事门被敲响 来人询问皇女的状态 埃莉立刻缩小 坐上鸟被准备离开 飞远后埃莉回头望去 她是敢知道魔法了还是监视 真令人恶心 这说明这种行为持续了上千次 一定要杀掉她 这时特奥提醒她看下面 广场的人都晕倒了 特奥催动魔力去世鸟向下飞 仔细一看才发现惊天八卦 霍兰德大公和皇后轻轻我我 在人前还装轻高 回身抛了一个媚眼 你要的东西 埃莉一看那是非法的 原来是这样吗 看来要准备的东西很多 此时的魔王府内 埃莉的房门都快被巴尔敲破了 亚厉克也快疯了 小姐怎么还不回来 我难道被抛弃了吗 听沃伦说要去拿钥匙 情急下 亚厉克只好掐嗓子叫爸爸 单纯的魔王以为这是变声期 手下提醒小姐还不到青春期 魔王果断下链 把门敲碎 里面的不是埃莉 突然后脖梗被人抓住 门外早已叙事待发 门内再次传来埃莉的声音 魔王察觉到她流了好多汗 埃莉解释穿太多衣服睡觉热的 爸爸给你唱安眠曲 话说一半门就被关紧 晚安 之后向床下的当赃包和学妹娘道歉 将他们二人拽出来撵走 现在总算知道真相了 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话说回来 这颗龙弹裂口更大了 自己也没做什么 先前是什么时候发光的呢 难道是根据人们的心意而改变吗 这次救出黄女后说不定能破壳 她早已安排情报组埋伏在皇宫 只不过三人有些争议 后悔没有提高报酬 干脆请小姐把自己的府邸让给他们吧 好了那么 开始工作吧 重生第一千次被敌人捡回家 怎料五大魔王把她宠得无法无天 竟要把一条黑蛇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黄女 可黄女不仅要和她做闺蜜还想娶了她 黄女的生日宴会当天 妇女俩刚一出场便吸引全场 猪头大公极度的大小便失禁 被抢风头的宫女也撒破打滚 埃莉只当是狗在叫唤 看来她还不知道自家老爹和皇后四通 这时克雷默公爵过来问候 埃莉瞬间尬到扣脚趾 之前骗她说自家老爹病倒 可卢西卡却面色红润地说 女儿是最棒的 谎言快被戳破时 公爵要介绍一下她的儿子埃德温 听到这三个字 埃莉焦急地环顾四周 在哪里呢 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向博兰克公爵问好 我是埃德温克雷默 一刹那 埃莉的脑海满是爱人的死前回忆 无论哪一事都不得善终 她没想到这一事还会再见 埃莉提醒自己冷静 介绍自己时却止不住地颤抖 眼泪也随之落下 下一秒特奥挡在小姐身前 请您退下吧 全场气氛速静地可怕 过后特奥向她道歉 埃德温告诫她以后注意 这里所有人都比你身份高贵 如果你对其他人也这样 到头来挨骂的只会是你的主人 这时皇帝一族进场 终于来了 那个黑魔法师 皇女一眼便从人群中注意到了埃莉 这时皇后假惺惺的祝她生日快乐 埃莉越看越不顺眼 真想早点解决掉 所有的事都得在宣布完 洛汉之地归属后的瞬间再进行 看到十层巨无霸蛋糕的卢西卡若有所思 巴尔也感慨原来生日是这么过的 不过她依旧很担心 他们的礼物只有一条蛇 真的没问题吗 埃莉一口堵定没问题 每一世皇女选的都是这条蛇 皇帝注意到特奥胸前的怀表 那时会用操控术的野蛮族 这是小姐为皇女殿下亲自挑选的礼物 皇女不敢置信 这居然是她亲自抓的 克奥介绍她非常聪明 能听懂人的话 只有莱娜看出 她在害怕地发爆 如果埃莉的预料没错 这只蛇是莱娜唯一的朋友 她温柔地笑着朝小白蛇伸出手 不要怕 我不会害你的 之前被魔王一家恐吓 现在终于碰到正常人了 小白蛇感动蹭得不停 这让大公极度地发疯 区区一条蛇居然越过了她的礼物 她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莱娜刚要说 在所有礼物中 话说一半 大公悄悄按了按钮 借此控制皇女的一切行动 不是蛇 说喜欢埃莉伊诺 皇女喜欢 就意味着卢西卡的女儿 会成为皇家的所有物 察觉皇女的状态有些奇怪 在莱娜喊出喜欢埃莉伊诺的瞬间 皇蛇吐得性子一口淘她养去 啪击一身吓坏了在场所有人 莱娜周身迸发出邪恶的黑魔法 女儿为拯救世界以命相搏 怎料白蛇突然失控咬向了皇女 可她却说 这是自己收到过的最好的生产力 那就是妈妈 自初生起 她便被要挟假扮恶女 指引母后被继母囚禁 房间内也插满了监控 每天循环反复的虐待 再用母后的血作要饮 她的精神逐渐崩溃 无法再抵御黑魔法侵蚀 皇帝掐准时机将白蛇甩飞 她将一切都归咎于卢西卡 你送的这只蛇咬了我的女儿 耍了什么手段赶紧从事招来 这并不在埃莉的意料之中 白蛇却委屈万分 皇女被一股黑气吞噬 她只是想要消除黑气而已 那些伤口是本来就存在的 这时来那从痛苦中醒来 小脸红扑扑地盯着双手 所有人惊呆不已 刚才亮起了伤口 现在全都愈合了 继母却一口指认 是伯兰特家族想利用操控师 以皇女为人质来威胁地下 埃莉大喊他们没有任何错 这时皇帝下令 把伯兰特家族抓起来 皇家亲兵将他们包围 埃莉不知该如何是好 巴尔询问主军 请下达指令吧 埃莉求爸爸再忍忍 他会解决的 卢西卡温柔地抱住了女儿 不要担心 这时埃德温上前解释 在研究魔物时 他曾见过与那只蛇 拥有同样能力的动力 这种能力可能是治愈 谁知皇帝依旧没改变决定 莱娜刚要为其变解 就被一只蛇制 莱娜惊恐地回头 只见他们死死地盯住自己 理事在热气球中的三人 也察觉到小姐危险 立马按下了遥控按钮 突然大地猛烈震 爆炸声响彻整个皇宫 门口突然出现奇怪的东西 见状皇帝一族同时愣住 莱娜不可置信地看向里面的人 声音止不住地哽咽哭泣 她大喊着妈妈 毅然决然地朝对面跑去 事情进展的比喻机要快 莱娜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她伸出手药救出妈妈 却被赶来的继母抓住 我不是说过危险吗 这时埃莉握紧胸针 让一切都结束吧 结束这地狱 水晶球破碎从天而降 所有的秘密公之于众 莱娜瞪大了眼睛望向天空 埃莉温柔而坚定地祝福她 生日快乐 在那份祝福中 莱娜找到了心灵的解脱和救赎 女儿是封批公主唯一的救赎 本在16年的她终于救出了妈妈 伴随着皇室所有的丑闻公之于众 被长期蒙骗的皇帝心头一震 原来她最爱的女人还活着 锁链崩快的瞬间 莱娜飞快地跑去张开双臂 睁开眼睛啊妈妈 见状后妈吓得浑身发抖 你怎么喊她妈妈呢 就算在思念死去的母亲 也不能开这种玩笑啊 快到我身边来吧 埃莉曾告诉过她使用方法 在触碰到母亲的瞬间喊出名字 她毫不犹豫地大喊出为奈了一 在场所有人不敢置信 埃莉得逞的坏笑 只见屡屡光芒环绕在女人周身 一点一点治愈着伤口 莱娜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妈妈 是她的妈妈没错 继母还想继续给皇帝洗脑 这是阴谋 我一直陪伴在您的身边 细心抚养着皇女长大 黑魔法师也添油加醋 那人用咒术假扮皇妃的模样 您当初也亲眼目睹了皇妃的遗体不是吗 好看吗 这是莱娜的诞生时 跟她眼睛的颜色一样 蕾伊也为陛下准备了一份 陛下还有些难为情 男人戴这个会不会有些奇怪 可这一戴就是一辈子 黑魔法师立马察觉到不妙 这样下去 唯一的实验体就没了 陛下请允许我处置那个家伙 皇帝大骂让她闭上狗嘴 马上把这些罪犯压进大牢 全力救治那位可能是皇妃的女士 不论用什么方法 都得给我救活她 当她走到爱妻的身边 莱娜哭着说妈妈好像说不了话 她蹲下身安慰着女儿 突然一声尖叫 被逼到绝境的黑魔法师跑来 竟然不顾后果地使用黑魔法 好在莱娜提前被施加了保护魔法 这是魔王老爸闻到一股臭闻 这是遗忘的力量吧 听到此话爱妮慌了神 迅速从老爸的怀里挣脱 使她想得太简单了 就算是保护魔法 也无法挡住遗忘之力 如果皇帝失去了记忆 那一切又会重蹈覆辙 此时她也不如想 第一次在人前施展错了大魔法 魔王一家傻了眼 她好像没给爱妮买过法杖 强大的能量多瞬间朝对面涌去 怎样男人的戒指发出黑色强光 魔法在此间的路径 朝着爱妮反弹过去 防护罩无法再支撑黑魔法 男人再次施加魔力猛烈攻击 怎料魔王突然顺意到女儿面前 念着女儿的名字 爱妮一诺 不要出手 暗黄的能量波瞬间 冲散了微不足道的黑魔法 皇族一家陷入了恐慌 爱妮也愣在原地 只见黑魔法事变成了黑炭 这下糟了 主军可不能使用力量 圣骑士感受到魔族强烈的气息感来 卢西卡抬头凝视 高强度的精神力覆盖了整座皇宫 爱妮来不及阻止 能量足以干涉所有人类的记忆 这分明是禁忌魔法 女儿的契约神龙终于诞生 怎料魔王竟要拿自己的命坏女儿活命 不惜动用禁忌魔法篡改所有人的记忆 神殿圣骑士察觉到有魔族气息 在场所有人惊恐不已 只见她展开羽翼准备测试 对着黑魔法师的尸体盘查 经过从内到外的解剖 没有查到什么特殊气息 她是人类 可能是被魔族附身了 爱妮不敢置信 他们都忘记了吗 难道是因为刚才使用的魔法 干涉人类记忆的魔法 分明是禁忌魔法 失去力量的魔王 为了伪装成人类而使用的能力 敌对魔王的魔族曾说过那样的话 之后的代价 就连魔王也无法轻易承受 他竟然在这里使用禁忌魔法 难道爸爸要寻找的东西 与神圣过有所关联 圣骑士正要离开 突然被莱娜公主叫停 等一下 圣骑士是不是有治疗能力 请帮我救一下我的母亲 圣骑士表示无能为力 他们只有守护过克罗伊卡的能力 莱娜已经失去理智 埃莉曾跟她说过 如果用魔法1.1D的开始治疗 有可能会治好 不过会不安也是正常的 她哭喊着 一便便换着妈妈 小白蛇看着鱼心不忍 她可以救皇后 听到奥特说你能救她 皇帝与公主同时将目光看向她 没错 如果是那条蛇的话有可能 她搜的一下跑过去 帮帮我吧 求你了 跪在特奥的脚下恳求 小白蛇发抖个不停 看啥看 你这头猪 又想把我丢掉吗 皇帝不相信她真的能救人的 气得小白蛇发狂 不仅把我扔了 竟然还怀疑我 莱娜赶忙解释 您看我就算被咬了 一点伤口也没有 反而以前的伤口都痊愈了 皇帝三思后开口 如果是真的 那便试试吧 莱娜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曙光 小白蛇不乐意了 那混蛋竟然到现在还怀疑我 把我当成什么了 我要咬抱你的头 埃莉也十分期待 就连哈维斯大魔法师也没能完全治好 那条蛇真的可以吗 只见周围被一股黑暗吞噬 循环渐进后慢慢向外扩散 突然黑魔法从她体内疯狂涌出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只勾勾地盯着新生的皇后 最想妈妈的她却在此时愣住 女人缓缓睁开了双眼 她不敢相信自己还能再见到家人 一家人就这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埃莉也松了口气 果然克雷木会抓那条蛇不是没有理由的 真是一条特别的蛇 这时 巴尔立刻上前关心主君身体如何 埃莉紧张又愧疚 埃莉胡乱猜测着 现在的爸爸在想什么呢 要不要逃跑 他们现在的关注点全都在卢西卡身上 说不定现在正是时候 如果现在逃跑的话 会不会弄巧成桌 这时皇帝走上前 询问伯兰特公爵有没有想要的 你们献上了拥有治愈能力的神 我想报答你们 这时来那公主向她走来 紧紧拥抱住她唯一的救赎 真的非常谢谢你 搜里的蛋突然迸发出强烈的光芒 蛋壳狠狠地点了埃莉一巴掌 扇得她脸蛋火辣辣地疼 蛋壳里的小生物咕噜咕噜地叫着 埃莉激动地瞪大眼 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不灭之龙诞生了 很快他们坐上了回家的马车 车厢内一片安静 自从更改了记忆后 气氛就变了 小蓝龙不合时宜地咕咕叫 埃莉让她赶快闭嘴 你安静点 没边界赶的小蓝龙表示听不懂斯密达 甚至还哭起了小曲 殊不知他们正在被监视 乌鸦内的灵魂察觉 魔王的力量变弱了 时机成熟 那女儿本以为拯救了世界 却没想到悲剧再度重演 她分明已经阻止灭亡了 但是为什么 世界依旧在悲鸣 她的精神逐渐崩溃 只瞧见熊熊大火中 风批公主露出音效 仿佛是对埃莉传递着某种信息 她猛的睁眼 大口喘着粗气 是最近想太多了吗 竟然会做这么糟糕的梦 不灭之龙已经孵化一周了 那件事也登上了报刊 皇室颜面扫地 整个国家都为之轰动 推测被魔族附身的辅佐官 把先皇后当实验品 研究了五年的黑魔法 与皇后私通的霍兰德大功 被曝光提供了 研究黑魔法的材料 之后其他的罪名 也被陆续曝光了 被蒙骗的皇帝 绝不会放过这些 带给她耻辱的罪人 除了这些皇帝 还在调查影像的处处 但这些影像在碎裂的瞬间 也随之消失了 所以没有留下四号线索 希望她能警醒并以此为戒 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虽然莱纳不用再遭受皇后的虐待 但仍然被丑闻所困惑 捣蛋的悉尼闯了祸 艾丽一边嘟囔一边收拾烂摊子 如果卢西卡知道 话说一半 她突然顿肿 自从回到家之后 爸爸就没找过她了 平时总会以各种借口闯进房间 吵吵闹闹的让人烦不胜烦 突然断绝来往 是因为当时使用了魔法吗 认为自己是危险人物 但如果是那样 她当时不可能会救自己啊 到底为什么呢 你到底在想什么 虽然跟这些人战斗过无数次 现在又以魔王女儿的身份活着 但他们的行为都太难以莫测了 因为长得像卢西卡而疼爱我 第一次使用魔力的时候怀疑我 从洛汉之地回来后又缠着我 现在又没有任何反应 果然是因为当初使用的魔法吧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次她解决了世界灭亡的起因 那样的话杀她的理由也没有了 此时门被敲响 本以为是爸爸 结果是特奥 自己在期待什么 疯了 她起了离开的念头 可如果想要听懂小龙的话 就不能没有特奥 要以什么理由带她一起离开呢 就算自己不能说出全部的真相 特奥也应该会跟着吧 这就意味着背叛卢西卡 自己守得住特奥吗 小龙突然坐起身 特奥说她要保护埃力 心里对于主人的情绪很明感 二人想着出门散步放松一下 结果刚要开门 就听见叽叽喳喳的声音 你是白痴吗 埃力一诺会魔法 就算主君现在的能力减弱了 但应付埃力还是轻而易举的 她呆呆轮在原地 之后走向了窗户 开玩笑的 她没办法解释 既然无法说明事实的真相 还是不要贪心了 就算被抓住之后会死 她一个人就够了 我们不要散步了 去吃冰糕吧 制作蛋糕需要时间 她会在这里等她 再见特奥 这段时间谢谢 施展出加速魔法 埃力飞快地朝大门跑着 不要回头 已经结束了 突然一股杀意迎面袭来 收到惊吓的悉尼赶忙提醒主人 埃力抬头的一瞬 一只鸟飞到她头上方 你好啊 卢西卡的女儿 但什么都已经晚了 悉尼被摔在地上 男人终于有机可乘 一股魔力将埃力伊诺整个人吞噬 此刻她便不再是埃力